OpenAI重磅发布Deep Research AI化身科研神器下了飙升 却被机器人Lose Figure AI官宣分手 背后是合连音 这边谷歌也借GemLine 2.0全弹风乔士来袭 正面应高OpenAI和Deep Seek 但同时又被曝出通宝放弃了 监守多年的不作恶人则 为军事应用彻底敞开大门 正伦理的底线还守得住吗 大家都知道 Deep Seek以体力的开发成本著称 现在更令人震惊地也来了 斯坦福研究人员竟然用了不到50美元 就打造出来媲美欧翁的评价AI 难道说AI技术成本要被彻底颠覆 更搞笑的是 在美国使用Deep Seek的人可要小心了 会在面临牢与之灾 一面我们在介绍好Inface 仅有24小时就开人复现了的Deep Research 开人力量再次证明AI平民化的无限可能 给想了解的AI大事件 仅在本期AIA病恋 还在吭哧吭哧手动查资料 OpenAI重报推出Deep Research 拆GPT化身科研神器 金融分析科学前沿政策报告 甚至买车买房中的大事 交给Deep Research 几分钟搞定人类几天 甚至几周的工作量 效率直接起飞 选网进行随便抓取深度分析 还能给你整理出条理清新 引进据点的AI专业报告 参考文献引用链接 安排的明明白白 Deep Research全程透明 思考过程信息来源实时展示 让你看着舒心 用着放心 Deep Research背后的工程 是OpenAI最新O3模型 分为网页浏览和数据分析量身定制 推理能力报表 好时人类最终考试 都考了26.6% 当然啊 Deep Research也不是万能的 OpenAI也说了 这玩意还在成长中 偶尔也会犯迷糊 分不清全微信息和想到消息 报告里也可能会有可视错误啥的 OpenAI还计划 未来解锁更多高级功能 连接专业数据库 企业内部知识库 让Deep Research成为真正的科研神器 就是Deep Research这名字 听着有点耳熟 在美国用Deep Seek还要坐牢 不是开玩笑 美国真有参议员提议 用中国AI罚款百万美元 间接二十年 近期Deep Seek爆火 火到什么程度 直接冲上苹果业用商店榜首 但美国政坛有人看不下去了 密苏里州参议员Josh Hawley 直接提出一个 与中国人共振的脱钩法案 名字听着就霸气 这法案要是真通过了 那可就刺激了 对中国AI公司合作 还一亿美金 投资中国AI 莫属你的执照 个人用户更惨 下个Deep Seek搞不好就得吃牢饭 外加一百万美金罚单 电波操作简直是网诈 直接点名Deep Seek 说它是数据收割机 还说它搞得美国科技股暴跌 因为达一天蒸发6000亿美金市值 这帽子扣得够大 参议员还正正有词说 每一分钱 每一条数据留下中国AI 都是在自敌 为了美国经济霸权 必须切断中国AI的美国资源 目前这法案还只是提议阶段 但要是真的通过可就有意思了 想想都刺激 去年那个被自媒体捧上添了Figure 居然怒甩OpenAI单C了 你没听错 就是那个搞人心机器人的Figure AI 突然宣布和OpenAI分手 都知道 去年他们还高调签手秀Ni OpenAI更是打更精力挺 结果转眼就白败了 Figure C欧霸器官宣 自家AI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要熬恩字眼端到端机器人 还调下狠话 30天内要搞出人心机器人 前所未见的活 至于为啥 突然和OpenAI分手 CEO说了 搞地生智男 外包AI没戏 必须软硬结合垂直整合 才能让机器人 真正在现实世界里灵活干活 这话是不是有点苹果的味了 极致优化 全靠字眼 有意思的是 OpenAI这边刚被甩 那边就火速申请人心机器人商标 这是要亲自下场硬钢 看来人心机器人这块肥肉 谁都想咬一口 Figure背后金主爸爸 砸了15亿美金 底气十足 就是要用自研AI硬创 现在就等30天后 一起看看Figure的前所未见黑科技 保零的有多炸裂吧 最近DeepSea火爆全球 谷歌终于也坐不住了 直接把最强Pro版迭代到2.0 听说这次的Pro版不仅是家族细位 可以使全方位碾压旧款 代码能力 复杂指令处理全都ProMXG提升 200万Token超大窗口 哈利波特七本书瞬间塞进去 还能轻松消化 150万字一口气处理完 这处理效率简直要让其他模型怀疑人生 更刺激的是 谷歌这次不止Pro版升级 Gemini 2.0 Flash今天也同步上线 推理能力搜搜起飞 这是要正面硬钢DeepSea的节奏 还没完 怕你觉得贵 谷歌还贴心推出Gemini 2.0 Flash来 号称性能超越1.5 Flash 价格就保持不变 这性价比还是挺能打的 谷歌这波操作 表明了就是要用Gemini 2.0成加筒 硬碰硬抢购AI头发交易 表参是Gemini 2.0的小伙伴 拍进去Google AS Studio和Protect AI体验一下吧 话说现在各家模型都在拼推理拼价格 各位觉得谁能下到最后呢 现在大家砍成本都砍疯了吗 斯坦福爆款AI模型 成本居然只要50刀 你没听错 不是50万 也不是5万 是真真切切的50美元 云计算的白菜价 既然列出了能跟OpenAI的O1叫板的 推理模型S1的消息一出 整个AI圈都炸了锅 据说AI创新必须烧钱如流水 他们的新论领理揭秘 S1模型在数据和编程能力测试中 应该OpenAI的O1和DeepSea的R1 效果惊人 而且和O1一样 代码数据全开人 叠套的嘴边下 这S1是怎么炼成的呢 秘诀当然还是争流大法了 从谷歌的Gemini 2.0 Flash丁听那里 同时推理能力 但用炼弹炉一顿操作猛如虎 低成本高效打造出了S1 有人欢呼小团略言的搞创新了 但大佬没有哭了 这护程盒怕是要被冲烂了吧 辛辛苦苦烧了几百万刀的模型 人家50刀就被复刻了 当然S1也不是完美无缺 但它至少证明了推理模型 也能走平价入线 对付操作简直把成本控制 做到了极致 没有谷歌 微软几千亿美金的AI基建计划 是不是要重新审视一下了 未来AI模型会不会平民化 人人都能用上高性能AI 值得期待 微想AI社会技术 简直要以假乱真 然而背后一梁 TikTok背后的字节跳动 又搞了个大新闻 他们家新出的Only Humanity系统 能生成肉眼 几乎无法分辨真假的DeepFake视频 不信你看这个从未发生过的TED演讲 是不是真到你怀疑人生 看这样列的是 Only Humanity只需要一张照片和一段音频 对了从零开始捏造视频 换链比例和人物取景 还能随意调整 现成的神不知鬼 不觉的修改现有视频 人物动作和首饰 改的那叫一个天鹰无粪 细思极恐有没有 当然AI也不是神 像包红酒杯这种姿势 还是有点僵硬 还有爱因斯坦讲课这个例子 手不扭曲就略显鬼畜 但瑕不掩瑜 整体效果已经把之前的DeepFake技术 甩出几条街了 据说Only Humanity是用 18700小时的视频数据伟大的 独创的全条电学习法 让它能同时从稳稳提示 音频肢体姿势等多种信息源中学习 但这技术也让人心思极恐 上个月就有人冒充 伯拉德皮特骗而复活85万美刀 小伙伴们以后可得多长几个心眼 对于谷歌常年坚持不作用的AI人者 他没了 还记得谷歌那句 一直用来对排方的终于一波吗 他明确拒绝将AI技术 被用于可能造成整体伤害的场景 并且点名武器的条款 而这条关键条款 最近被谷歌偷偷摸摸地删掉了 同步说率先发现了这个今天变化 就标注着谷歌 在负责任的AI开发道路上 来了个180度大飘移 谷歌还轻描淡写地甩出一篇博客文章 说是民主国家应该领导AI发展 搞出能保护人类促进增长 维护国家安全的AI 这话风转变的 简直比穿剧变脸还快 前谷歌伦理AI团队的大佬 Marvin Mitchell直接开喷 说删掉伤害条款 意思就是谷歌可能要直接下场 开发的删人的技术了 谷歌这次大变脸 其实也是科技巨头们 集体道德滑步的一部分 米纳亚马逊和OpenAI 都在大力为美军提供AI支持 谷歌虽然之前一直坚称 绝不用AI伤害人类 但背地里给异军提供云服务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早就引发过员工抗议 谷歌不是不知道 这次肯定要被骂成筛子 但政府给了研发精髓 毕竟还是真香啊 今天给大家介绍OpenSource Deep Research 话说最近OpenAI的Deep Research 展示了强大的网络搜索 和信息整合能力 关键就在于它的Agent框架 但由于细节未公开 Heading Face团队 迅速启动了24小时 开源浮现挑战 Agent框架是智能体的核心 它就像是一个任务编排系统 让大约模型具备了 执行动作和编排步骤的能力 而这次浮现的重点 放在了CodeAgent技术上 传统Agent常用Json描述动作 但CodeAgent直接用代码 来表达Agent的行为 至于为什么要用代码 也让它更简洁高效灵活 复杂的任务 用Json可能要几十行 代码几行就能搞定 效率提升显著 更重要的是 代码天生知识并行和复杂逻辑 这对于多步骤 多工具的任务至关重要 为了快速构建OpenSource Deep Research 团队使用了轻量级的 Agent开发谱Slow Agents 并选择了文本浏览器 和文本检查器作为工具 这些工具都来自Microsoft Research的 Amage玩笑 并经过了简化和机程 它们对比了CodeAgent和JsonAgent的性能 实验结果令人惊喜 在相同配置下 CodeAgent在GIA基准测试中 取得了55.15%的成绩 而JsonAgent只有33% 性能差距显著 有利证明了CodeAgent的优势 目前OpenSource Deep Research 还处于早期阶段 工具还比较基础 例如文本浏览器目前只能处理文本内容 还不能像OpenAI Operator那样 进行复杂的网页交互 但这项研究已经指定了方向 未来可以升级工具 例如开发视觉浏览器 甚至更强大的JY Agent 让AI直接操作图形界面 实现更高级的自动化任务 如果你也对Aden技术和开源 AI感兴趣 欢迎加入他们的开源社区 一起推动AI技术的发展 链接就在视频下方 别忘了点赞订阅 分享我们的频道 下期再见